這樣我覺得如果是不得了 就是說譬如說我是首長 可是我的另一半都有這樣子的 可以上下起手的話 怎麼不得了 委員我請教 我們現在一百一十三是立委 如果是這樣處理的位 就變成二百二十六是立委對不對 我先不要講說把立委看小 立委跟首長又不一樣 議員跟立委都是建議權 對 我們最多是借勢借端 就像那個就像那個男朋友一樣 實質影響力 實質掌握權力的是首長 所以局處首長跟民意代表 換官外企 這個程度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你仔細看錢康明 我在猜那個文早就寫好 設定PO出時間 沒有啦 他準 你知道他前面 你看他前面幾天都在講 還剩四天再忍耐四天 他在倒數計時 他老婆他第二三篇第三第四篇 他太太跟他的慰問那個話 你就看得出來 錢康明跟我們不同黨派 他是盧秀燕那邊借給 借給高宏安的 他應該是基督徒 他用聖經的經節在講內容 你可以看他夫妻對這件事情 是多麼的憤怒不平 然後把他點出來 那他寫的第一篇文 上面寫的 已過零點 終於不是新竹市文化局局長了 你就可以想像 這個文一PO出 他在電腦前面這樣子 哈哈哈哈這樣笑出來 我不是了 我已經不是了 人了好久了 到頂了 到猴頭了 他PO出來的文有故事的 你知道我今天 我從學校畢業以後 我很少讀書那麼認真 我還做註解加筆記 你知道嗎 解讀他的那個文章 因為錢康明 你自己看他這幾天的鋪陳 他的話裡面都有意思的 比如說他在週六的時候 PO就告訴 你們不要加班 不要急著回應 禮拜一再回應就好 今天禮拜幾 禮拜一啊 他是不是告訴你禮拜一 你們現在回應我那個小團的 沒有意義 禮拜五大團要好啊 給你回應 他這個PO文裡面 其實只有三大重點 第一塊 第一塊他告訴你說 我提醒你注意這個好朋友的 所作所為 在第二句 洪安覺得沒有婚姻關係 一旦結婚後 財產再來申報就好了 你知道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 剪掉這個就有意思了 高洪安知道他男朋友 所作所為 剛才二川在那邊 他現在這樣啊 高洪安說 你們誰要信他的 我又沒有叫你相信他 誰說我男朋友就代表我 我又沒說了 推託之詞對不對 你看前康明可被當證人 他已經親口告訴高洪安 你男朋友的所作所為 你要注意啊 高洪安說 不要緊啊 我們還沒有結婚結婚以後再來 做財產申報 為什麼跑出財產申報這幾個字 有財產 跟錢有關 有不當的財產 而且需要申報的財產 通常喔 如果不是死掉在哪裡 不就是沒腳的房子啦 現金好藏啦 會上次走賣 你知道他這一句 錢康明 如果他平常講話都大話之吼 我不用他那麼仔細 我之前看到 錢康明是一個很細心 很敏感 而且他會把事情 寫在文字裡面的喔 他連那個下車秘書先下車 車子開遠遠的 黑色保持鞋下來 那天是辦什麼公務活動 他沒有點出 可是我們全文都看出來了 公務活動 你也用外面 匮政的車輛在開嘛 所以這一趴 他已經告訴你 高洪安明知其難有所為 做了什麼事 第二個 高洪安的回答 結婚再來辦財產登記就好 你可以把 你知道漏了一句話嗎 就好像 錢康明是不是告訴高洪安 說那件這樣好 那人知道不好 沒關係 不結婚 要先報 你知道 前面一定有個主詞 有一個main sentence在那邊 再來 第二大趴是什麼 不是幕僚長 也不是府內人員 常常把市長市裡面的主任 某些秘書 單獨約出去談事情是不對的 約我出去談 跨年晚會事情是不對的 特別關心市府內的一些事情是不對的 你知道這句話要告訴你什麼 新竹地檢署趕快去鞏固證詞 他這個案子跟小兔一模一樣你知道嗎 小兔那個案子 內障內鬼是最困難的 結果管障的就是小兔 他河盤脫出 你知道這一段告訴你什麼東西 證人有哪些人都已經告訴你了 市長市主任要調來問 你有沒有被某某人約出去談 談什麼 然後第三個 跨年晚會好明顯的標的 我在過兒子邊跟你講 我去探天上去獨家 我看還沒有人這樣講 新竹市在林志堅任內 這個劉議員知道嗎 都沒有辦跨年晚會 他們在跨年前 大概在耶誕節附近會有一個 所以他沒有編跨年晚會的預算 那今年高宏安 他的預算是去年的嘛 所以他今年的跨年晚會 預算哪裡來 追加 不只追加 我這邊公開問 高宏安你市府裡面 有沒有人去跟建商募款 建商要出錢 然後呢 跨年晚會是新竹 今年主辦 誰要跟你合辦 新竹縣 你教育處長 為什麼跑回新竹了 新竹縣市已經私下談好 各辦一年跨年晚會 今年是新竹市主辦 新竹縣跟他合辦 也要倒出一分 然後因為要把外面某款 主要是建頭界的 所以有一個人說 某款 我就只要讓他穿 穿包 五穿比較大 讓他做就好 這個某某局長說 不行 就算募款來的 依照公務 也要公開招標 不行 這錢就不是公開的錢 是外面某來的 就某某人 7月8月 牽涉到兩個局數 這兩個局數手上下都不在了 然後 然後呢 這個錢要怎麼辦怎麼辦 一直拖之後 新竹縣政府 我也公開問你一句話 新竹縣政府 你們這幾天 上個月 有沒有急著找新竹師說 你們要主辦到底是怎麼辦 怎麼辦 卡司 內容 然後找誰來籌劃 籌劃的人出來的話 有的人就不能 誰負責籌劃這一場 所以這一個第二趴告訴你 該傳訊問的人 還有到外面 他現在給了你一個 喬事的標的 根據貪污治罪條例 以及刑事訴訟法裡面 有關貪污的條例 你借事借端 在執行這些公務的東西 其實也是貪賭罪偵辦的對象 然後 他裡面還特別 我這個錢康明 我不知道 搞訪我們這是他多貼 他講說 他不是只談 他講一些事情 所以不是只有跨年晚會 第三趴 第三趴 等於是公開告訴檢調 趕快找我 一旦啟動調查 人人為求自保 一切終將限行 他就是跟你說 不要再來按我家電鈴 不要再叫某某人來找我談 檢調約談我 我一定說我要自保 因為知上 我們貪污治罪條例 如果你知道喪屍涉及貪賭 你隱匿不報 要判刑的 所以這一句話就是 人人為求自保 一切終將限行 那一個把員工的 把國會助理的薪資加班費 拿來貪污的 後來是不是一個主任加三個助理 那這裡面有多少人 然後最後講一句說 請那個好朋友放手吧 有一個唯一的市長 所以表示現在有兩個市長 一個地上的 一個地下的嘛 那這整個錢康明這段文 更重要的事情在哪裡 我們這兩天講到那個 八台車啦 幾個腳踏車坐那麼多車啦 豪宅都說觀感問題對不對 可是現在錢康明 而且他告訴你 約我去我要坐證嘛 他告訴你這一位男朋友 這位好朋友 有在喬市府的 這些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那前面的那些豪車 特別是住那個房子 就不是觀感問題囉 他屬於貪污這條裡面的 對價關係 因為你有業務 才有對價 之前沒有業務 無從對價 可以切割掉 弄一個A4的合約 就可以把它切割掉了 現在錢康明說 我告訴你他有約人 到外面談事情 這個時候如果再住一個 跟市價明顯不相當的豪宅 就產生價格 價值 所謂貪污指的是 賄弱送錢 或者相當之利益 或者不當利益 不當利益就包含住宅啦 性招待啦 任何不當的事情 這個東西就對得起來了 所以從社會觀感 現在已經提升到對價 或者不當收受匯證等等 我覺得難過就是 已經在辦你立法院的涉貪案了 怎麼會在新竹市還這樣做 然後我今天看黃立宗 那個高中老師黃立宗 因為他新竹市人 他新竹高中畢業的嘛 他寫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去投你支持你 不是讓你把我的故鄉新竹 變成你跟你男朋友的樂園耶 他講這句話是 其實帶著沉痛的心痛 我相信新竹人 一定有那個感覺說 期待改變 怎麼會變成這款的東西 李宗廷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被逼 不知道被誰逼的 才發這個聲明 這聲明不聰明 第一個 頭到尾我們都不太敢講說 錢康明講的就是李宗廷 他現在等於對號入座了嘛 都是你啦 這第一個 他宣示主權耶 有時候 那些人家來的時候 主權不好啦 他這樣一講的話 對於主檢或者廉政署 要辦一個案子 有指控的 有被告了 不要講被告了 有涉嫌人 我就可以約來談囉 第二個 你知道他講說 我們約咖啡 到外面談創作的事情對不對 咖啡又不是你一個人喝的 錢康明的說詞 現在就跟你不一樣了 不用等出庭 錢康明現在就告訴大家 你寫的文 其實思慮很周延 他裡面已經告訴社會 他李宗廷所作所為 高洪安知道 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已經當面 叫那個Annie離開之後 我當面提醒他 他還說沒關係 還沒結婚 結婚以後呢 財產申報再處理就好了 所以還有一個爆點 還有一顆地雷 到底什麼東西 跟財產申報有關係 李宗廷你最好講一下 你在這短短的八九個月吧 有沒有增加財產 是車子 還是房子 還是 動產 否則 錢康明為什麼會跟高洪安講 叫你注意 結果高洪安講說 那個沒關係 還沒有結婚 結婚之後才需要財產申報 財產申報那個格位很清楚 我們 金潔兄 我們大家在選舉 我們都知道要申報什麼項目 可以講到財產申報 那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李宗廷你既然已經出來了 你要不要把財產申報 這一塊講清楚 因為你是不用申報的 但是在貪污自罪條例裡面 如果你屆事屆端 跟公務有關 是適用貪污自罪條例的 剛才講的一個案例 淡水有個警察 知道某一個人犯了什麼案 他哥哥從他這邊知道 跑去跟那邊恐嚇的錢 判12年了 因為貪污自罪條例 屆事屆端是 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如果錢還回來 齊情可憫 最輕可以減到6年 所以這件事情 李宗廷現在跳出來 已經承認他就是那個人 那太好了 你找文化局的局長蔣創作 那你找辦公室的主任 是要那個譜取嗎 你找那些助理要幹什麼 這些都是新竹 你找的人怎麼那麼剛好 都是高宏安身邊 新竹市政府的人 而且都跟公權力有關 另外剛才講 跨年晚會有一筆錢是要靠募款 募款要到文化基金會 我剛才已經告訴你們 宣明志已經在那邊當董事了 那常務董事不是兩個人嗎 一個張新文 一個錢康明 錢康明現在被fire了嘛 張新文跟他先生是中華大學的副校長 張新文 新竹人應該都知道 張新文是宣明志的好朋友 所以這文化基金會是誰的 董事長高宏安 裡面唯一不聽話的錢康明 其他或多或少都跟宣董有關係 因為宣董是社會形象 我現在要學廣川 社會形象非常正面 社會所景仰的一個企業家 這個文化基金會裡面都是 幾乎都這樣的人喔 然後喬的事情 錢康明現在已經指正利利 我可不可以預測 搞不好年底新竹縣市 沒有跨年晚會 沒有你辦了 看什麼表 你說因為現在爭議的情況之下 你跟人家說好了 真的那個人拿去 那不就變結果犯了 就結果犯了 他現在煩惱會差 所以就要到此為止就對了 不然就公開節表 就公開節表 人家現在額青人都簽了 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坦白講 每天都挖啊挖 什麼都挖不到 到最後挖出來大祕寶 名字叫高宏安 這個實在是 讓人家很惋惜的一件事情